都有小烤箱或者是微波炉 平常加热各种食物非常的方便 但是一个不小心 这些常见的厨房家电 很有可能会变成火灾的来源 日前就有民众在使用烤箱加热面包 没有注意到面包摆放的高度 太接近烤箱上层的加热管 那么产生的辐射热 使得面包碳化 进而引发不灾 吐司送进烤箱里设定好时间 香气四溢的吐司让人食指大动 但你可能会轻忽 简单几分钟烤面包的行为 却藏着失火危机 消防队员总面临这样的火在现场 切开铁门就发现整个厨房 被烧得一片焦黑 根本看不出原本模样 仔细查看起火点 多半都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小烤箱 民众使用烤箱要注意 特别是放食物的高度 不能离加热管太近 以免发生火灾 一般来说把食物放进烤箱加热 如果食物顶端跟食银等 其他材质的加热管距离过近 又没掌握加热时间 通常食物会碳化 也就是烧焦 就会有起火风险 按照内政部统计资料 107年国内发生了2971件电气火灾 总共51人死亡 原因大部分都是短路跟使用不当 如果导致它的碳化程度过高的时候 它就会引发火灾 那如果我们在使用延长线 让再加上其他的电气用品 可能会导致过载的状况 而引起火灾 实际测试 如果距离害近再加上时间长 这一烤温度直接破败 类似像这样的烤箱 大多都是辐射热 如果使用没注意 就怕面包没吃到 反而造成火灾以外 记者先行当时会 新北市报道